曾經有班人吃飯的時間,討論一個問題。 究竟天堂的人多,還是地獄裏的人多呢? 你們認為呢? 誰認為天堂很多人? 多於地獄的。 誰認為地獄多? 差不多。 在上個一兩個世紀,整個世界來滿著戰爭, 而人覺得自己犯了很多罪, 所以當時的人認為地獄裏的人是很多的。 凡而之後教會強調多些天主的慈愛, 祂的愛大過一切。 特別在慈悲欺憐的時間,我們更加強調 基督耶穌是天父慈悲的面獄。 因此,可以說,很多人認為升天的人特別多, 而落地的人就會少。 那你認為自己呢? 估計將來自己在哪裏? 在天堂還是地獄? 有多少人認為自己在天堂? 估計嗎? 地獄呢? 其他又怎樣? 不敢猜嗎? 今天三篇的讀經呢, 中心思想就說, 基督的救恩是普世性的。 我們剛才聽第二篇讀經, 講到我來召集萬民, 他們前來觀看過的榮耀, 已經隱約講出救恩的普世性。 外邦人都可以分享天主的救恩。 我們剛才聽的是以撒爾先知第六十六章。 以撒爾先知是最後一個章來的。 在這幾章裡面來講, 講到墨西亞他要建立這個神國。 而這個神國呢, 是為了萬民而中心思想, 是新的耶路撒冷。 他講到很多的地方, 塔爾的史士在哪裏? 即是今天的西班牙。 然後這個盧特呢, 可以說是敘利亞。 這個盈汪呢, 這個是一個希臘的地方。 這樣我容易明白一點, 整個歐洲的西亞、東亞, 即是整個地方。 所以墨西亞是指向萬民、 是萬國。 昨天在這裏下午三點鐘, 有兩個青年。 現在是羅敬葉神父, 和遠金山神父。 很特別的。 羅敬葉神父, 他本身, 可以說是三十六歲。 他十七年前呢, 是入了聖工會。 兩年之後呢, 轉了入這個天主教。 之後呢, 在修遠九年, 九年時間。 九年時間裡面, 接受了很多培育。 那昨天呢, 他幾個聖工會牧師, 都來觀禮。 而這個遠金山, 這位神父是越南籍的。 他四十四歲, 出生在一個越南的公教家庭。 他自己也是主學的導師, 也是教書。 在九年前的時間呢, 他被派來香港。 為什麼呢? 因為越南都有些地方, 特別是一個中間叫春綠的地方, 很多聖詔。 所以湯書記呢, 跟那邊的主教熟一點。 你可不可以給我幾個人啊? 所以試一試試辦而已。 有些都不行, 就回到越南。 不過這個遠神父呢, 他經過了七年的時間。 所以他可以加入我們香港教區。 所以我們會看到特別的, 有不同的宗教, 有不同的國籍。 不過我們大家, 因是耶穌基督的緣故, 而怎樣建立一個共融的團體教會, 並且向外傳福音, 再一次見證基督的救恩, 這種普世性。 在第二篇讀經, 來自希馬來書。 保禄中途他邊察當時的信徒, 不要放棄信仰和偏離正道。 天主是愛他的子民, 就像慈父地主女般般施教和懲戒。 我們信徒不應該輕視上主的譴責, 應該懷有堅忍和服從的心, 去接受憤悔和磨練道德的操守。 值得我們反省的, 我們人的生命裏面, 很多時出現接應連三的不如意的事件, 或者突然其來的打擊的時候, 我們往往很多時會質疑天主的存在, 或者動搖我們基本對天主的信心。 而這個書信希馬來書信提醒我們, 其實這個正是天主臨在的標記。 因為這些不如意的發生, 就好像當時似乎不是樂事, 而是苦事, 不過以後就讓那些堅守受過訓練的人, 能夠結出義德和和平的果實。 在這裏我想再次多謝一個人, 就是多謝德修女。 Sister, thank you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ce and your inspiration. Thank you again. 因為這個慈悲的畫展呢, 今天最後一天, 明天開始就移私去澳門。 在過這三個星期裏面來說, 很多不同的人, 不同國籍的人, 不同輩的人, 都來藉著修女這個很美的畫, 能夠展示信仰, 展示基督的容貌。 得手裡她一周身骨痛, 要人幫她特別按摩, 待會又看醫生。 為什麼呢? 因為她不只是用她的手來畫, 她也用她的腳。 意思就是說, 過去這三個月的時間, 她和那些難民的小朋友, 和那些新來港人士的人, 和那些基層的人士, 昨天都去了同一班孤兒, 幫他們畫畫, 通過畫, 能夠表達基督的容貌。 所以可以說, 她可以說, 整個的人, 來顯示, 天主在她身上的工作。 我們會看到, 這些畫裏面, 不單止畫, 這些細緻呢, 亦都可以幫我們去了解, 所以想達出的信息。 她說, 當我們經驗到, 這一個, 天主的慈悲。 我們正能夠成為, 以憐憫其他的人。 只有通過祈禱, 人正能夠成為, 真正的基督徒。 我們人的心, 被罪惡和生活的折磨, 而撕裂了。 天主的恩寵, 能夠為我們去逢保一針一線, 能夠逐步地醫療我們, 甚至讓我們能夠, 回復回原毛。 其中一幅就說, 在痛苦當中, 我們時時會, 縮在一邊, 自怨自癌。 而天主, 往往千方百計, 繼續尋找回我們。 天主的慈悲和寬恕, 是逐步開啟我們人的心。 讓天主更加, 在我們心中逐步, 逐步地, 好像火焰一樣, 轉化我們, 和淨化我們。 所以這些靈感, 全部都是來自聖經, 來自於天主的誠言。 所以藉著修女今次的臨載, 是能夠幫助我們, 我們人很多不同的處境的。 但是天主的事都不離不棄, 對我們這份的愛。 在福音當中, 今日的福音, 那些人提出一個問題, 就說, 得救的人, 那就是很少而已, 不會多的。 相信提問這個人來講, 是一個猶太人。 以猶太人來說, 他們很關心, 誰能夠進入天國。 他們一個很根深蒂固的觀念, 他們認為只有猶太人, 正可以進天國。 其他人, 是沒有這個恩寵的。 所以他們, 時都要問這件事。 甚至他們, 再細緻一點, 哪些猶太人呢? 不是所有猶太人。 他們認為, 天國是被那些, 去持守, 這個聖結法律的猶太人。 因此, 如果, 在政治上, 和羅馬人勾結的人, 不能夠入天國。 在宗教上, 去朝拜外邦人的邪神的人, 不能夠入天國。 在生活上, 和外教人, 結婚的人, 不能夠入天國。 然後, 可以說, 沒有守到梅室法律的猶太人, 都不能夠進入天國。 所以加起來, 其實沒有誰。 所以他們問這個問題, 很少人入天國。 他們將這些人, 視為不潔的罪人。 甚至, 他們不會和他們一起吃飯。 因為吃飯的時間, 都會燕污了他們。 所以, 猶太人在心目中, 真是很少, 很少。 但是, 主耶穌基督, 他提示這個, 我們人呢, 是得的。 是由責門努力。 我們要把握時機。 要付出代價。 由閘門而入。 為什麼閘門呢? 因為當時也有很多不同的外籍, 會侵略這個地方的。 所以, 如果是一個很闊的門, 那些人騎馬, 衝進來, 就會消滅了。 所以, 是一個治, 一個保安的緣故。 保衛家園。 所以, 可以說, 這個閘門, 不是那麼容易, 是很辛苦的。 就是說, 我們怎樣能夠堅守著我們信仰呢?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 天國, 不是為了血緣, 哎呀, 我懂得耶穌啊, 聽過耶穌講過的東西, 或者參加了禮實, 是不夠的。 是需要繼續, 是需要繼續去堅守著我們的信仰。 在上個星期日, 我們坐堂為兩位榮優的神父, 有一個聚餐, 放了六十五位, 大家很開心。 當麥克, 只是兩個神父敬酒都整個小時。 搞得魏神父, 不知道怎樣啊, 那樣, 不然會不會轉。 不過, 在他緣之前, 都跟我們分享片刻, 他傳教的那種困難。 他說, 當他升神父的時間, 當時八主教就派了他去韓國, 當時韓國哪裡都不知道。 去到時間的話, 當地的人也都不是那麼歡迎他。 就要傳教的時間, 那些人呢, 好像面對一些黑社會的人, 面對不同的宗教領袖, 是很困難的。 但是他因為對天主這份堅持, 所以能夠一一這樣克服。 那些人呢, 為於他太久, 在韓國, 有些人問他是不是韓國人。 所以他那一刻, 他再澄清, 我是中國人。 可以看到, 作為一個被派引的人的話, 是時都為了基督準備, 奉獻和犧牲。 就好像昨天聖神父的時間, 他與致詞的時間, 立刻唱一首歌曲。 施讀的使命, 就當你穿上這件袍的時間, 你已經開始準備, 受苦和犧牲。 所以藉著這三點的讀經, 給我們三點的反省。 第一, 作為基督徒, 我們要相信天主的救恩, 是普世性的。 是為一切的人。 我們相信天主, 他不願意任何人喪亡, 而願意所有人都能夠得救。 包括了, 可能我們討厭的人, 憎悟的人, 天主也都願意藉著他的恩寵, 這些人得到悔改, 而能夠得救。 第二, 如果天主願意人, 有機會回頭改過, 我們又要甘心情願地, 跟天主合作, 樂業接受天主這個慈悲的救命, 決定, 不要強迫天主, 按我們的標準, 能夠去行動。 第三, 我們不要以為自己領著洗, 或者聽過一些道理, 令個聖體, 就不需要再努力, 以為自己有足夠的條件, 入天國, 不是。 今天, 主耶穌基督再次提醒我們, 要繼續努力, 勉力地從閘門進去, 並且不斷地每日, 為了天國而努力, 盡對大家努力, 去傳福音, 就算多麼辛苦, 都在所不辭。 因為, 這個本身, 就是一個信心的旅程, 信心能夠使得我們, 在迷惘當中得到光照, 在困惑當中, 能夠得到力量。 主耶穌基督再次肯定我們, 門雖然間窄, 但如果有祂足夠給我們的恩寵, 這個門呢, 是可以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的。